我们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 日方在北约峰会上老调重谈 口口声声反对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 实际上日方是在为自身扩军强武寻找借口 各方对此早就看得一清二楚 在谈论东亚的明天时 首先应该想想东亚的昨天发生了什么 如果日方真心希望东亚和平稳定 就应该认真反省自身军国主义侵略历史 从中吸取深刻教训 而不是四处煽风点火 唯恐天下不乱 日方强调欢迎北约加大对印太地区的投入 有意充当北约亚太化的急先锋 这一做法完全是出于一己之私 抱持冷战思维 这只会在本地区挑动阵营对抗 制造对立分裂 这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国家 没有任何好处 我要强调 东亚是和平稳定的高地 合作开发的热土 不是地缘政治的决斗场 任何损害本地区和平稳定 破坏本地区团结合作的行径 都将遭到中国人民和东亚各国人民的共同反对 注定不会得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